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张仁杰 那我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大东这个讲堂 跟大家分享我的旅行故事 那因为我在上个月的时候 出了一本我自己的第一本新书 所以书了之后就陆陆续续开了很多场分享会 那但是这一场是我最期待的一场 因为我终于回到家乡办就是自己的分享会了 对所以我个人是真的非常的感动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很开心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那好那我们一开始呢 我就先用一支影片给大家看看 就是我的关于我的这一路上的心路历程 还有自我介绍 我是一位工程师 一位从小就喜欢写作的工程师 26岁那年 我用出社会工作第一年存到的钱 开启了生命中第一场多路 从此之后我走入了世界 我经历了更多旅行 我去到了能够出差更宽广的外商科技业旧集 我在工程中踏上旅程 展开一次次的追寻 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 用生命经历了一段又一段别人的生命 那尘封已久的笔 于是又再度打起 白天 我是一名游走世界的工程师 到了夜里 我记录下旅途中的故事 一边工作 一边旅行 一边写作 我成立的部落格 开始发表文章 成为专栏作家 开始在各地演讲 慢慢地与更多人分享我的旅行故事 另一方面 现实与梦想的碰撞 已越来越激烈 一份好的福利 一份好的待遇的工作背后 是不是就该代表着 被抹煞的梦想与勇气 当世界告诉你的越来越多 你越来越在意的 就不再只是那世俗光环的亮度 而是它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的旅行 常态所走路的挫折 彷徨与省思 没有预期的是 那些所记录的故事 辗转的 也记录下自己心路历程的转变 那些挫折与彷徨 被带入了旅途中 而旅途 也为我带出了 启发与解答 我渐渐在旅途中 描绘出梦想的模样 我用了八年的时间 从工程走向旅程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过去所走过的任意 或而言都深居意义 我从这八年时间的跨度里 选出了15段 我带我走过世界13个城市里的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一谈着一个启发 底头讲的 不只是从工程到旅程 更是从现实到梦想的过程 想用那一步步 走过世界的足迹告诉你 想用那一句句 在无数个下半夜晚 写下的文字告诉你 梦想是什么 如果你心中有了梦想 如果你还在找寻梦想 如果你曾感到彷徨 如果你也曾在工程界 如果你也喜欢写作旅行 如果你是上述的其中一个女国 那么 请你放开第一页 跟着我一起去旅行吧 好 谢谢大家 就是 相信大家刚刚看完这一段影片之后 对我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 我先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做张仁杰 我网路上的笔名叫做张J 我在网路上经营一个部落格叫做旅行沙洲 我曾经做过很多工作 然后也曾经是很多不同的身份 我曾经当过外商半导体工程师 然后我也在汽车组建产业当过销售主管 然后我也是一个旅行部落客 那我在一边工作的时候呢 一边去过了三十几个国家 然后后来我也成为了天下杂志幻日线的专栏作家 那最后也成为了讲者 现在也是自由作家 那就是很多朋友问我啊 就是我的 我这样一路走来 为什么会经历过这样子那么多不同的身份 而且是很不一样的 看起来很多才多姿 那我都会跟他们讲就是 其实这一路上都不是计划好的行程 其实就很像你一个人 没有计划的在旅行的时候 你会常常意想不到 在路上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 那今天呢 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 我这一路上的风景 我是怎么样遇上的 我是怎么看到的 其实也不会说是完全没有计划 只是计划永远都跟不上变化 那我觉得每个人走过的路程啊 都会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疑惑 有一些彷徨 那我想要用这一次的机会 能够能够跟大家分享 我这些走过的这些彷徨 那这里面 因为我本身是旅行博客嘛 所以我也会带到一些旅行好玩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把今天这场演讲 就当作是一场旅行 然后就是用很轻松的心情 跟着我一起走到世界看一看 那如果说大家中途呢 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也可以问我 这样 好 虽然我的经历看起来很多彩多姿 但其实也是经历过很多挫折的 就是万事起头难 我想要问大家一句话 就是你曾经对自己丧失自信嘛 然后你曾经寻觅自己的价值嘛 我曾经是这样子的人 而且在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张二十几年前的照片 这是我国中时候的照片 我国中念那个中正国中 就在附近而已 802旁边 然后这是我们班上的合照 然后那个时候啊 那时候我的小时候 国小毕业之后啊 那个时候有只有班 那只要是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啊 都会去考自由班 那我那时候 升上国中之后也是 考进了中正国中的自由班 那在国中的三年呢 其实是我人生中 就是最黑暗的三年 因为这个班实在是太会念书了 我们班那时候有28个人 然后之后呢 有四个人成为了医生 所以就是一个 就是充满学霸的一个班级 然后那个时候啊 我在班上三年 国中三年的平均成绩就是 最后一名 完全没有疑问的最后一名 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当过最后一名 但是这 这经验是蛮难得的 但是绝对是 不是什么感受很好的经验 我那个时候 就是不管怎么念书啊 就是都念不赢别人 然后觉得很没有自信 然后大家可以猜一下说 诶 诶 这张照片我是哪一个 可以猜猜看 随便猜 对 啊 哪一个 红色 红色 不是 对 我没有近视 所以戴眼镜的就不是 戴眼镜的可以剔除掉了 前面哪一个 白色 这个吗 哎呦 白色的是 白色的是 这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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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厉害厉害 对 对 就是我 这就是我 对 大家可以看到我啊 不但是成绩最差 而且是全班长最矮小的 就是 你看每一个都高我那么多 但有楼梯啦 可是 我真的是全班最矮的 就是 长得很优秀啊 谢谢 谢谢阿姨 你怎么看得起我 对 这么小就可以看出 对 其实这个班级是非常优秀的班 大家都很厉害 可是啊 那个时候是我 最不快乐的时候 就是 怎么念书都念不赢 然后跟我最好的朋友啊 就是有两三个 就是我们这两三个 轮流在班上垫底这样 因为我们的同温层就是在 就是在后段班的 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我还记得啊 我身材又不好 念书又不好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没有自信 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我的眼睛都是看着地板的 就是都不敢抬起头 然后有一句话说啊 就是有自信 不一定会让你成功 可是没有自信 其实会很容易让你失败 那我国中的时候其实 就是陷在这个泥沼里面 然后直到了有一天呢 国中导师一句话影响了我 我们在国一升国二的时候 会换导师 然后那个 国一的那位导师 他在最后一堂课 国一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 他就有讲一些画面 立班上的朋友 那他就有拿一本 我要借他拿一本 绿色的书 绿色的书 他就 会送给表现优秀 不管是各方面 很优秀的同学 然后会表扬他几句 那当然就是很 很毫无疑问的就是 绝对没有我的份 因为我是功课最差的 可是那时候老师呢 在讲完要解散的时候呢 他就特别说 诶张伦姐 那个等一下你留下来 那等班上的同学都走了之后 我就留下来 然后我就很很胆怯的走到老师面前 因为我想说他应该 是觉得我功课太烂 想要叮咛我几句 就是 就是 要叫我加油一点这样 结果他对我讲的话呢 完全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就跟我说 他觉得他每一次在 改我的周记的时候 他觉得我写的周记都写得很好 然后 他都看得很开心 看得很清清有味 然后他希望我可以一直写下去 对 然后这是我在 那三年里面 就是很少很少听到的 一句肯定的话 可是有时候一句肯定的话 就会让一个学生 记一辈子 然后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把这一本 象征奖励的这个绿色皮的这个书 交给我手上 然后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 带给我很大的很大的冲击 对 他就告诉我你写得很好 要继续写下去 然后从此之后呢 我就发现说 诶 原来我不是真的是什么都不如人的 我是有 有跟人家有点特别的地方 我有我喜欢的事情 而且是跟人家有点不一样的 对 那 那 当我找到这一块 自信的基石之后呢 其实我就 我的人生就越来越 比较可以 呃 比较可以享受于自己的人生 然后比较能够抬得起头来这样 那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生命的历程就是这样子 就是 有时候你是在一个竞争很激烈的伴激 你会很痛苦 但是 像之后 反而高中大学 就是 我都觉得我的 求学生涯就是过得蛮开心的 因为最苦的日子已经过了 然后 我自己又很喜欢写作这样 我就觉得自己有点不一样这样 所以这是我 呃 我的一个想法就是 在学业挂帅的年代 孩子的价值定位 它其实不应该是单一的 虽然大家都说念书很重要 但是 没有一个价值是单一的 然后再来就是 不要因为 不擅长做一件大家很看重的事情 而否定自己 反而呢 你要因为你擅长做某件事情 而肯定自己 因为这个世界 这么的广阔 有这么样多的事情 你不用因为你不会做一件事情 就 就 看清自己 因为 常常你只要会做一件事情 很多人就是他一辈子只做好一件事情 他就 他就 他的人生就很有意义 他就带给这个世界很多不同的意义 所以这是我在求学里面 学到最重要的 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 求学生涯最后一张照片 就是 就是硕士毕业之后 跟大家 跟我的同学合照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 已经变成 一个不一样的小孩了 就是 至少是找回了自信 就是 从这个灿烂的笑容里面 大家可以 看得到这样 也知道我是哪一位吗 黄色 黄色 对 OK 那还好没有差太多 就是长了一些胡子这样 那 就是 就 所以这段求学的日子啊 其实带给我很多的体悟啦 那 我觉得我的人生啊 都在追求梦想 那我的人生的梦想可以 简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梦想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去证明自我价值 那我的自我价值呢 其实是建立在 学业表现上 我还是 其实还是很 积极移移的 很努力的念书 但是 真正影响我的是 写作 写作其实当时它不在 我人生规划的选项内 但是它是我内在自信的基石 就是它带给我的自信 我才能够好好的去 去继续追寻我的人生 所以这是我人生中 第一阶段遇到的 第一个关卡 然后再来就是要进入 第二个阶段 就是我出社会的时候 这是我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就是 在场有工程师吗 可以举个手吗 是工程师的 喔 不少 就是 台湾真的是 非常盛产工程师的地方 那如果是工程师的话 大概就是对我的这个照片 可能就不会陌生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南科的一间 本土科技产业 然后我的工作就是要穿的这个白袍 然后每天都要在无城市里面研发 那 这工作非常的单纯 就是 每天都做很规律的事情 然后 你不用跟人交流 你只要跟机台交流就好了 就跟机台讲话 然后你也不用考虑说 每天要穿什么衣服 因为你会来 会穿一个无城市的白袍 然后你也不用顾虑春夏秋冬 因为无城市里面是很温的 很温空调 所以 不会冷也不会热这样子 对 然后我一度就觉得说 我这样努力这么久 难道 这是我的工作吗 其实 虽然是也蛮好的 但是就是 好像很单纯 好像觉得 太单纯了 那我第一年工作完的时候呢 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所以呢 现在就是 我现在进入了梦想的第二阶段 其实 我那时候心里 对自己的期许就是呢 我要期待自我独立 因为我已经茁壮了嘛 然后开始自己赚钱 所以 那个时候 我的梦想就是我希望能够自我独立 然后我希望我能够 有一份好的工作 然后过得很好 甚至可以升官发财 对 然后就是 有权有势这样子 这是我一开始出社会的时候想的 对 那 经历了这些 就是好像很 很规律 很乏味的生活 一年之后呢 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我那时候就是 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 那是我个人的第一场独旅 那我以前其实 也是有机会 跟家人一起出去旅行 但是我们都是跟团 那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出去 因为那时候我妹妹在 英国曼测斯特念书 所以我就把我第一年存到的钱 就是 坐飞机去英国找她玩 那那一场独旅呢 它改变了我 非常非常的大 它让我看到 什么是真正的旅行 就是当我一个人坐在列车上面 我从那时候 从曼测斯特一个人坐 坐火车要来伦敦 然后坐在火车上 看到外面就是 无止境飞逝的那个草原跟羊群 就一大片一大片英国乡村的草原 我就发现 原来旅行是这么的自由自在 你要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 而不是绑在游览车上面 然后我一个人就是去 朝圣披头斯发迹的酒吧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摇滚乐 所以我就去利物浦去看 去看披头斯他们崛起的那个故乡 他们以前演奏的酒吧 我就发现 哇 原来以前在台湾听的那些音乐 感觉年代啊 距离这么这么的遥远 结果一下子 欸 你就站在这个酒吧里面 就在他面前了 然后再来是我就深入 到那个伦敦的老四集去挖堡 然后就跟这个满脸胡须的老伯伯聊天 聊他 他在挑那个歌剧 他们在挑歌剧就有点像我们老一辈的 可能外甥 外甥老爷爷在看金剧一样 他们都有自己喜欢的段子 我就发现 哇 原来有这么不一样的生活 不一样的文化 然后最特别的就是 当我一个人坐在伦敦夜店区的时候 这个 这一段旅程啊 我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这一段旅程是我在伦敦这一次 伦敦之旅印象最深刻的 可是大家看起来应该觉得这个照片不是很好看 就是一大堆垃圾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那时候去伦敦啊 就很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知道那个庞克摇滚的发源地是在伦敦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去探寻他们的庞克摇滚 可是没有一本旅行书跟你讲说 你要去哪里听到最道地的庞克摇滚 所以我在旅行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然后一直想说 我到怎么才能够听到这个音乐 结果有一天 就无巧不巧 我在服饰店里面那个买衣服的时候 然后我看到那个店员 他看起来就是很像一个Rocker这样 他就是留很长的头发 然后就很颓废 然后打了很多耳环 鼻环 唇环这样子 然后还有刺青 我就想说那一定就是问这个人没错 我就问他说你知道哪里可以听庞克摇滚吗 然后他听到我这个问题之后就 他就整个精神都来了 本来上班无精打采的 他就整个精神都来了 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喔 就开始跟我讲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 然后这一件事我的爱店 然后他们的音乐风格怎么样 然后他就画了一张手绘的 倫敦的那个夜店区的地图给我 然后我那一天的晚上呢 我就拿着他给我的那个地图 当地伦敦Rock的地图 去找我心目中的庞克摇滚 然后我就看到说 诶 这个伦敦啊 在白天的时候看起来鸟语花香很漂亮 结果我在晚上在夜店去的时候 看起来就像地狱一样 就是完全是不同的世界 你就发现诶 原来旅行竟然是这么的 它的含义竟然是这么广阔 因为我们以前在旅行团里面 看到的都是这个城市里面美好的一面 但是我们却没有去深入到 他们真实的生活 我在晚上看到的反而就是 他们另外一面 然后更真实的一面 那时候晚上啊 本来都是观光客 白天都是观光客 然后晚上就一个观光客都没有 就是连亚洲人是完全没有 亚洲人就已经回家了这样 然后都是那种当地人 或者是西方人 然后全部都是醉汉 就大家都在那个街上走来走去 然后吆喝喧哗 然后乱尿尿啊 就丢垃圾啊这样子 然后我就发现说 这是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旅行啊 就是我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 真实的面貌 然后平常是看不到的 然后感受不到的 所以这趟旅行 我规划了很多那种很漂亮的风景名胜 它带给我的印象都不如这一段 来得深刻 我到现在都还可以 就是还可以 看到这张照片 就好像回到那个场景这样子 所以啊 再回来之后呢 我就有一几个启发 我就觉得 我在我的书里面写下一段话 我说旅行啊 它其实是人生的延伸 旅行并不是一件单一的事情 它是一个延伸 你如果喜欢做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在旅行的时候去做 有的人喜欢爬山 那他可能就会到国外去爬一座国外的山 然后有的人喜欢艺术 那他可能就会去逛当地的美术馆 那有的人他喜欢运动 他就会去当地运动 就是譬如骑脚踏车 所以像我我喜欢摇滚乐 我就去当地的那个夜店 去听他们的摇滚乐 所以旅行它就是一个人生的延伸 然后它可以让你在旅行中 持续地去探索 你喜欢的事情 然后去伸展你人生的触角 去感受到更多不一样的世界 不一样的广阔这样子 再来就是我体会到真正的旅程 其实它是无法被复制的 你可以复制的是那些很有名的景点 没有错 但是真正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永远都是你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而且你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都是自己去发掘的 它不是在自视的那个旅程里面 然后这一次的旅行 它让我看到世界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我的世界本来都是很一样的 每天都是一样在无城市里 结果出来之后看到 哇 原来这个世界这么的广阔 它就像一本打开世界全书的目录 然后让你向外看到人生一百种可能 然后向内省思自己的内心 所以后来我听到一句话就是 那个希腊的哲学家圣奥古斯丁讲的 我就觉得很有同感 他说世界是一本书 不履行的人你只读了其中一页 如果我不走出来 我每天就是在无城市里面生活工作 那走出来之后就才看到原来 原来有这么多的风景 然后我就回来了 然后我就继续回归平静的生活 对 可是那时候呢 其实我心里有种下一颗种子 就是我一直在想说 我要再出去 我要再出去 我要再看过更多的地方 那其实生活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平静 就是公司呢 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们的公司呢 突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它的高层开始内斗 然后就是换了一批新的高层 然后公司呢 被有计划的掏空 然后股票一夕蒸发 如果大家有在科技业的时候 大概十几年前吧 其实科技业 台湾的科技业之所以 那么强盛就是因为以前可以认股 然后你认了股票 然后如果股票上市了 赚了钱之后呢 哇 那你就真的是身价就暴涨这样 那时候我们进了这个科技业 它也是提供我们认股这样 那公司的那时候一开始呢 其实也是蒸蒸日上 然后股票 股价很高 那我那时候呢 就真的觉得 哇 自己真的有可能 真的会成为科技新贵耶 就是那时候我认了股票 在最高值的时候 一个人大概有 那时候大概有四五百万的市值 就是你的股票 就是光股票不含薪水这样 结果你后来发现原来很多事情就是 会一下子就不见了 就是一场空 对 就是当公司掏空了之后 状况不好的时候呢 那股价就直直落 而且它那时候还没有上市 所以它跌的时候是没有停顺点的 对 所以一夕之间就蒸发掉了 而且所有 全公司上下所有的人 除了高层以外 所以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自己 是信也是不信啦 就是不信的地方 当然就是损失很多钱没有错 但幸运的地方 是我在我人生中第一 第一场工作 我就见识到这个社会的险恶 就是 就是 对 大部分的人都是被坑杀的 然后只有很少部分知情的人 他们反而没有事情 所以呢 那个时候公司还是继续在运转 只是 你会感觉到 那个气氛已经变得很诡异了 然后 大家都一直在工作 工作很久 其实很习惯 老实说 撇开高层的这些斗争不谈 其实这个 这个工作环境 其实是蛮好的 然后很单纯 然后 待遇也很好 只是 那时候就觉得 怎么会一直在变化 然后 自己是不是该做一些什么了 那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关卡就是 你愿意在困境中做出改变吗 对 我就后来思考了很久 我就知道 觉得说 这间公司并不是我要待的地方 那它不会是我未来的鬼属 所以我就离开了那间公司 到新的公司去 那其实呢 我觉得 就是有时候你的决定 其实不管你有没有决定 有时候就是事情还是会 该发生就发生 我在决定离开那间公司之后 一年后 它就宣布倒闭了 对 然后 一年后我就看到一些我的同事 出现在电视上 它在抗争 那个 可能基欠健保费啊 基欠劳保费啊 然后 公司没有人愿意出来善后责任 这样 那 我后来去了哪一间公司呢 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 大家应该看不出来这什么东西 其实这不是工作的画面啊 这是我们的尾牙 然后 大家可以从这张图片 你就可以看到 新的公司好像气氛不一样 没有错 我就来到一间外商的 半小体科技的公司 它是荷兰商 所以它的文化跟本土公司 就完全不一样 它很活泼 很多元 然后像我们尾牙的时候啊 就会几个喜欢谈band的同事呢 就会一起上去组band 而且还穿着这个工作衣服 穿无成袍这样 就像在寻天线宝宝的上面 谈其他 大家认得出来我是哪一个吗 姜如认得出来是蛮厉害的 蛤 不是主唱 主唱这脸部扭曲了 已经有点难辨认是谁了 右边第二个 对对对 太厉害了 应该是从娇小的身形 认出来 对啊 然后我为什么来到这间公司呢 我就有几个考量 新工作的考量 第一个就是我要它是稳定的 我不需要 我不要新创公司 因为之前是新创公司嘛 那新创就会有大的风险 也会有大的机会 所以那是相对的 但我后来就想要找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我来到了这个 它算是世界第一大的 半小体设备商 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旅行 因为我第一次旅行完之后 我就太想要再去旅行了 所以我就干脆找一个 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旅行的工作 那就是这一份工作 然后我在这间公司六年 都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城市 我就随着出差的脚步 去到不一样的城市 因为这间公司呢 它在卖那个半导体的设备 所以它会卖到金元厂 那这个金元 只要世界上有金元厂的地方呢 我们就有可能去那个地方出差 所以你很有可能 很多机会都是在国外度过的 像我去到新加坡啊 然后德州啊 然后中国的西安 然后后来我还到纽约外派了一年 那在这中间呢 除了出差以外呢 我自己的脚步也没有停下来 我就每年都会把自己的架 就是一起请完 然后去别的国家自己旅行 我去过青麦 去过吴歌窟 去冰岛 然后也自己跑去伊朗玩 然后又去了蒙古 对所以 我后来就累积了三十多个国家 很大部分都是在 这间公司里面去过的 所以我常常会跟 在讲座里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们 没有办法 可能没有办法一次环游世界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辈子去环游世界 就是我们如果在平常有在工作 有在上班 我们没有办法像那些职业的旅人啊 或者是流浪的人这样子 可能可以在外面撞游去过很多国家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每年用自己的架 如果你真的想要出去的话 你用自己的架一年可以去一两个国家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你工作了三十年 那你其实就不知不觉的 已经在你的人生中去环游世界了 所以 我就会鼓励大家说 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环游世界 然后再来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比较特别的一段旅程 就是有些旅行 它是可以打破我们既有的定间 大家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一两 对好厉害哦 一猜就猜到了 刚刚就讲到了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伊朗 对 那 我不知道大家对伊朗也聊不了解 但是 我去伊朗啊 就是 我去之前对它的所有的印象啊 去完之后呢 发现那些印象不但都是错的 而且还都是相反的 就是是完全相反的 通常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哦中东很多地方都很危险 然后伊朗它是不是有恐怖分子 然后甚至呢 美国 美国总统还说 伊朗是一个邪恶轴行国 对就是一个邪恶的国度这样子 但是去完之后才发现根本就 你耳朵听到的跟你眼睛看到的 就是还有你实际感受到的 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像是我看过啊 最热情的 最热情的 全世界最热情的人 就是伊朗人 就是 他们热情到什么程度呢 就这两个人啊 我其实我是要拍这个城堡啦 然后这两个人就这样走过去 他就看着我拿照相机 他就很开心就对我毕业这样子 这就是伊朗人 然后啊 我那时候去伊朗的时候 就有做一些功课 我就发现伊朗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性 就是 他们很喜欢请陌生人回家 就是 喜欢请他们回家吃饭 有的甚至会把他们留下来住这样 是真的哦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一定要想办法去 就是去到一个伊朗人家 所以我有一天啊 我就是 没有排任何行程 然后我就在他们的一个 很有名的观光景点面前晃来晃去这样 那伊朗呢 其实他的观光客非常的少 因为这个国家有点封闭 而且大家对他有点误解 然后他也不是那么容易去的 那 尤其是亚洲人 你在那边是看不到亚洲脸孔 因为 亚洲人通常会比较注意安全啦 就是可能欧美那些白种人 他们会比较感冒险一点 所以你在伊朗如果你是亚洲面孔啊 你就会感觉到 就是 像男生去那边 你就终于可以体会到 什么是当正妹的感觉 这真的 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伊朗人都在看你 你去哪里 他们都会这样 就眼睛这样张很大 这样看你 然后就是会 而且那眼睛里面是有笑意的 对啊 他在看一个稀有动物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其实在伊朗 我就很引咎那种感觉 哇 原来这就是 当正妹啊 就是这样 然后 那一天啊 我就是在那个 为了要去 想办法去他们家 就是在那边闲晃 我才晃没有多久 我才不到十分钟 就马上就被伊朗人搭散了 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 他们看起来很像大叔 但其实是很热心的伊朗小弟 就是其实他们才十六岁而已 对 可是看起来可能比我还老 对 国高 国高中生这样子 对啊 他就来问我说 欸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这样 然后我就跟他说 欸 我想要买那个 就是纪念品 观光客的纪念品 他就说 好好好 我帮你找这样 你有没有想要去哪里 去哪 因为他们的文字就是像毛毛虫 这样都看不懂 所以那时候我虽然拿了一个 那个背包圣经的那个攻略 孤独星球的攻略 但是 其实 在伊朗要 自助旅行有点难 因为他们的英文也不是很好 你打电话 他不一定会讲英文 所以他就开始帮我翻这个 孤独星球的攻略 然后就开始打电话 说欸 你们今天有没有开 因为他们那一天是一个节日 他怕没有开 就说 你们有没有开这样 然后就开始带我去买 买纪念品 然后买完之后呢 就问我说 欸 你想不想要逛一下这个城市 我们带你去逛这样 然后就开始对我做一些 免费的城市导览这样子 他就开始带我去玩 就是到各个地方去拍照啊 然后还带我去那个超市玩 然后去超市玩的时候 结账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店员也很开心 就是要来跟我合照这样 这就是伊朗真实的世界 这就是店员啦 他又看到一个亚洲人了 就是正妹这样 就合照 然后后面这个大神啊 他就问我说 欸 你几岁啊 我说 我已经三十几岁 他说喔 那个我女儿有 我两个女儿二十几岁的 就是 要不要 要不要认识一下 这样 就超级热情 然后我们在 喔 我们在导览的时候啊 就是这两位 很像大叔的伊朗小朋友 他就很开心的还打电话回去 跟他们父母讲 就是说 他讲伊朗文啊 但是我可以猜得出来 就是说 一定就是说 啊 妈妈我捕获了一个野生的观光客 这样子 欸 然后他妈妈就很开心 我就看他们两个在电话里面讲得很开心 然后 他妈妈就叫她把话筒拿给我 然后我一听她就说 Welcome to 伊朗 这样就很 欢迎来伊朗这样 就很热情 然后挂掉电话之后 过了十分钟 他妈妈又打来 然后就叫她说 带我回家吃饭 对 所以网路上说的是真的 就是 就这么容易就 被带回家吃饭 然后他们还有带我去 那个果汁店 就说要给我喝一个 很特别的果汁 然后我一喝啊 咦 香蕉牛奶 就 一点都不特别嘛 就是台 那台湾很多啊 我就说 这个 香蕉呢 台湾的香蕉是世界上 最优秀的香蕉了这样 然后那个 饮料店的老板听到之后 就有点不服气 我那时候喝一半了 他就叫我把杯子拿回去 然后他又把那一半加满 这样 对 然后就变成这个 漸层色的 对 他就加了那个 这一次是那个 红石榴 对 红石榴是伊朗的特产 但在台湾买其实蛮贵的 因为那都是进口的 所以就 你就觉得 哦 他们真的很热情 对啊 然后喝完 那老板又要跟我合照这样 对 所以这就是 伊朗的日常 然后后来我就回到他们家 就 他们就 请我吃饭 这是那个 爸爸啊 然后他的弟弟 然后他们 伊朗人在吃饭啊 会在客厅 然后他们都是 会铺一张地毯 然后就是什么东西 都放在下面吃 然后他们就特地去 买了一些 他们说是一些非常 就是特别 丰盛的一些食物给我吃这样子 这是我当天吃的啦 但是我必须要很老实地说 其实伊朗的食物没有很好吃 就是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 他们很喜欢吃这种 就是炖得很烂的肉这样子 然后就 但是问题是 这些东西其实吃起来很清淡 就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他们也不敢吃辣 就是他们很喜欢吃酸 但是不敢吃辣 然后 这个就其实没有什么味道这样 然后他们的 但是他们的饭啊 常常就是会有那种香料的味道 那你其实就是 吃起来不会说特别美味啦 那我后来回来的时候 我就有想要说 欸 做个记录好了 就是当时候到底吃了什么 我就写信给那 那个 那两个孩子 就问他说 我们当天吃的饭是什么 然后就回我这个 他就用非常激动的口吻 大家如果看得到的话 我可以念给大家听 就是 Oh This food is perfect It's a special food Iranian people and 反正他英文也不太好啦 就是文法不太好 但是他意思就是说呢 这是超级棒的食物 然后每个伊朗人都很热爱他 然后如果你跟伊朗人说 这个东西的话 他们就会为他而死 这样子就是 对 但我是吃不出来啦 但是就是 就是这样子 对啊 对啊 然后吃完饭之后 又很热情的 就是端那个伊朗的红茶 然后还切了那个水果啊 就准备一些零食啊 就招待我吃这样 就感觉到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热情 然后就是他爸爸知道我喜欢抽水烟 就是还特地从家里端出水烟来 然后就在那边生火啊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 然后他们抽水烟的时候 其实是很chill的 就是 会靠着一个 一只手靠着一只 一个枕头 然后就这样翘脚 翘脚在那边抽 然后他们还在那边删这样子 然后那两个小弟就只能在旁边看 因为他们还微成年 所以就 靠我们在那边抽水烟 然后这就是跟他们的合照啊 你会发现 你所看到的伊朗 跟以前你没有做功课的时候 对他们的印象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觉得说我们如果不旅行的话 其实很多成见都不一定是真的 他们就是我看过 去过三十几个国家 最友善最热情的民族 然后还让我带了半首里回家 就是带一包一包 然后这个好像有点像葡萄干的东西 然后中间这个啊 中间这个橘色的 它是一种糖果 他们就是会 喝红茶的时候 会拿这个喇在红茶里面 就搅拌 然后那个糖就会融化 就会有甜味这样 然后右边这个是 有点像 豆干的一种 一种淋醉这样 然后最后那两个小弟呢 就是还很热情 就是硬是叫我把笔记本 给他们签名这样子 To my dear friend Jake 这样 然后说 我哪一天一定会来台湾的这样子 结果他们后来查 好像他们要来台湾很难 因为伊朗其实是很 很封闭的国家 而且那个签证都很难申请 所以啊 大家说中东很危险 伊朗有恐怖分子 伊朗是邪恶轴心 但我感受到的是完全不一样 其实中东很大很不一样 它是一个很大的区域 然后那里面的区域 民族 国家都非常多 但那边的政治 其实是很错综复杂的 有的地方真的很危险 但是有的地方 其实是很安全的 然后 伊朗有恐怖分子 其实那时候啊 因为那时候是2016年的时候 那时候ISIS还有 就是还很猖狂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边会不会有ISIS 但后来做工事才发现说 其实他们跟伊朗 是完全敌对的关系 虽然他们都是伊斯兰教 可是伊斯兰教 其实有分两个不同的教派 一个是逊尼派 然后一个是什叶派 那伊朗它是什叶派的 然后ISIS是逊尼派的 所以这两个派别 基本上就是世仇了 所以其实伊朗是 为了打击ISIS 是不遗余力的 那可能伊朗附近的国家 像伊拉克 叙利亚 其实真的是战烂国家 可是伊朗本身境内 其实反而是很安全的 所以这就是 我们如果不是很了解的地方 我们都会想 把中东想成一大包 就是那个可能都差不多 但是其实很不一样 他们的文化民族都很不一样 像是你不能跟伊朗人说 你们是阿拉伯人 他们会生气喔 因为伊朗人是波斯人 他们跟阿拉伯人是不一样的 那他们跟阿拉伯 其实也是世仇的关系 以前就是波斯帝国 被阿拉伯人征服了之后 伊斯兰教才传到伊朗的 对 所以很多 就是不了解的东西 就是我去了伊朗之后才慢慢理解 然后伊朗是邪恶軸心 其实是美国小布希总统说的 因为伊朗他是跟西方列强为敌的 所以阿拉伯世界呢 阿拉伯世界就是很亲美 很靠近西方列强的 那其实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糾葛很大的一部分 都是政治上的利益 或者是石油的利益 所以这个世界常常都是赢者在定义这个世界 赢者在讲话 那美国现在是世界老大嘛 他们说谁邪恶谁就邪恶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那有时候就是政治上归政治 但是每个人的民族跟国民 他们都有自己的生命观 宗教观 然后每个人都是有良善的一面 那跟政治其实是没有挂钩的 那至少我感受到的伊朗人是非常热情 然后非常的真诚 然后非常的淳朴良善的 好那介绍完比较特别的旅行之后呢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出差的时候的旅行 那出差旅行其实很不一样 就是大部分的人旅行都是去玩嘛 那出差的话呢 就会有一些很比较不会经历到的点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你的工作伙伴他也会是旅伴 就我每一次啊都会跟一个同事去出差 然后他就会变成我的旅伴 像这一位是一位菲律宾人 然后我们两个去新加坡就一起去玩这样子 所以我就出差也很好玩 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旅伴 所以反而能够让你更就是 学习什么怎么样跟人家好好的一起旅行 然后啊这一张啊是我到那个 中国西安出差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啊西安是有一个三星很大的一个园区 盖得非常大哦 光是一个三星的工厂 可能跟我们的南科一样大 然后大星土木就是一堆四面八方来的工程师 像我是台湾区的代表嘛 然后有一些就是可能北京过去的 有的是上海过去的 然后就是大家都汇集到那边去赶工啊这样子 然后我那时候呢其实我很少去中国 那我其实对于中国会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譬如说他们的人的想法啊可能讲话啊都会比较不一样 跟我们不一样 对但是那一次的出差呢就是带给我很大的 很大的不一样的见解呢就是我发现全世界的工程师都是一样的 就是工程师呢就连这个中国大陆的工程师呢都超级单纯 然后就是很老实然后就是不善言辞这样子 你看其实从面相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每个就蛮窄的这样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全世界的工程师都一样啊 就好亲切的感觉 虽然口音不同但是我们同样都是工程师啊 然后那天我们就吃了一大堆就是因为刚下班很累嘛 吃了这么多就煮那个火锅这样 然后你还在出菜里面你还会有时候会发现一些来自在地人的特别惊喜 或者是惊吓 所以我去荷兰出菜的时候有一个荷兰人他就很调皮 他就跟我说 欸Jack 这个给你吃一下这个我们的糖果 我超喜欢吃这个他就丢给我这样 然后我看到这怎么乃呕呕这样就有点奇怪 然后闻好像没什么味道 然后我就吃进去 就真的差点吐出来 就是超级恶心超级难吃 那个味道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八角这个东西 中药 对有人说这个东西 台湾人啊受害者就是说这个就很像八角糖这样子 它是就是你咬下去会有八角的味道 然后它其实是用一种干草的根部去萃取出来做成的软糖 那我实在是对于荷兰人的口味我实在是没办法去理解他们 有可能就是跟他们没办法理解我们吃臭豆腐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臭豆腐 我吃了以后就真的是差点吐出来 然后他就是很开心这样看我这样 然后又整到一个台湾同事 每一个都这样 然后我回来之后啊就把这个写成一篇文章 就是类似荷兰的暗黑料理这样 就很意外就是这个搜寻度超高 因为很多人可能去荷兰晚会搜寻说 荷兰有什么名产可以带 然后就会跑出这个八角糖 然后很少人会写这东西 因为这东西还太难吃 而且很少人知道 所以就很特别啊 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在地人突然这样子整我一下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可是他真的没有骗我 就是荷兰人非常喜欢吃这个 他们平均一个人一年会吃掉两公斤的八角糖 所以真的是匪夷所思啊 然后再来就是难忘的当地小确幸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还蛮开心的 那是我在美国康乃狄克州的时候 在纽约外派的时候 他们康乃狄克州有一个啤酒加年华会 那其实这不是很大的盛事啊 就是你也不会说因为去纽约玩 然后就特地去参加这个 可是因为我刚好在那边外派一年 然后同事有约 然后我们才刚好赶上这个东西 然后就觉得很好玩啊 你就会发现说 哦原来美国人超级喜欢喝啤酒 然后他们 他们的啤酒种类真的非常非常多 我们以前可能就是喝一些罐装啤酒而已 但是在那边你才发现说 哦原来啤酒有Legger 有Air 然后有Sour Beer 然后有黑啤酒这样 这么多大概几十种 而且他们每个人就是会在自己家里的车库 私酿啤酒 然后就带来参加这个嘉年华会 然后就弄一个摊子这样 就给大家喝 然后大家还会投票 就是你最喜欢的啤酒是哪一个 然后很好玩就是我们那时候要去这个会场啊 就想说我们不要酒驾啦就是这个不好 这样要去参加啤酒嘉年华 我们就搭那个火车到那里 然后那个很荒凉的小镇哦 到镇上之后 然后打开那GPS 就看说这会场怎么好像在深山里面 然后完全没有巴士能够到得了 然后我们就还千辛万苦 就攔一台机程车 然后开很远到那里 然后美国机程车又很贵 结果到会场门口 我就看到会场前面就是停满满的车 就停在树林里这样 就是其实美国的乡下他们 我觉得他们都是常常在酒驾这种事情 可是他们因为就是人口密度很低啦 所以他们在乡下地方比较不care 就是如果撞了什么的 就是那你可能就是自己去撞树 自己负责这样 但是他们的大城市还是酒驾抓很严的 所以奉劝就是还是不要酒后悟开车啊 然后那时候就很好玩啊 就认识这两个黑人兄弟 这两个黑人兄弟就是 把啤酒当成生命的男人这样 他们就超爱喝啤酒 然后就大家都聊得很开心啊 后来就有加互留那个Instagram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Instagram也在喝啤酒 就每天都在开不同的啤酒 而且他会开完之后 然后喝的这过程 会把它入成现实动态 所以你每天就会看到他开一款新的啤酒 然后喝 然后你会看到他那个 每次看到啤酒流出来的时候 那个眼神在发光这样子 就会觉得很好玩耶 就是有时候认识这些外地的朋友 然后你会看到他们的日常 好像跟你们很不一样 就从来都不会觉得说 怎么会把啤酒当成生命这样这么热爱 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我一个也是很特别的回忆 就是在异地打拼的温暖 那时候我们在纽约出差的时候 我们有大概二十几个台湾人去那边 然后待了一年多 有的人待到两年 那其实就是自己在异地工作 其实是很辛苦的 然后有时候是很寂寞 我也很想家人 然后那个时候啊 有一个美国同事 她是越南的妈妈 然后她是在当地的越南移民 她就邀我们 那时候万圣节快到了嘛 她就邀我们去他们家玩 然后我就觉得 哇 好温暖喔 那一天我还记得 大概二十几个台湾的同事都到她家 你看她家这么大一个 她虽然是在乡下啦 她们乡下就是住这种大房子 其实是蛮平常的 但是你会发现 哇 她们的生活环境很好 那那个越南妈妈其实她也是 她也不是说 真的做到职位很高 她就是一般的作业员 可是她跟她老公就很努力的工作 很努力的工作 然后就是养了这么 养了一个家庭这样子 然后就是 你会看到一个 真正的美国梦 好像在这边实现了 她们从越南来到美国 然后设好家庭 然后住到一个很棒的环境里面 对 然后 这是我一辈子看到最多越南河粉的时候 那一天她自己就做越南河粉 给请大家吃 然后我就记得就是她就这样一碗一碗的浇 那个牛肉汤 你就端来的时候 就是 哦 心里的那个感动真的是快哭出来了 因为在美国都是常吃subway啊 漢堡啊 对啊 然后有时候你去越南店吃河粉 那就是这样子 但是 你看到一个真的越南人 越南的妈妈 然后她自己亲手做河粉 她就咬汤给你 然后又是在很冷的 冷冷的秋天里面 就觉得 哦 好温暖哦 所以我就不同的旅行啊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当初的那个合照 你看 这么多都是 我们台湾team的人 然后就是去到 去到他们家这样 然后这一位 这一位就是那个越南妈妈 就是 我到现在都还念念不忘的感觉 所以啊 我觉得旅行有很多种定义 就是不同的旅行 它会让你感受世界不同的样貌 不管你是自己去旅行 然后你跟家人去旅行 你跟朋友去旅行 跟同事出差 你都能够感受到不同的世界 只要你真的很享受于旅行 它可以带给你很多 很多东西 很多感受 所以走过三十个国家啊 其实我会有一些想法 心得 我都会 以前都会常常有伴侣有讲座 我会分享给大家 我会觉得啊 其实人是比风景有趣的 就是每一段带给我印象最深刻 都是跟人有关 但有时候我们会去朝圣一些很漂亮的风景 其实 其实那些东西 其实 你能去到现场 就跟你看到的照片就是一样的 然后你再怎么拍照 你也拍不赢明信片 所以 反而我觉得那个悸动反而没有那么强烈 就是 always让我们很深刻的都是那些人 那些事 然后他们讲过的话 他们的思维 然后真正的旅程啊 它是带着急性的 它是无法被复制的 就是像我刚刚讲到的一些小插曲啊 去啤酒节 或者是去英国去听那个旁克摇滚 对 就是 或者是在伊朗被带去人家家里吃饭 其实那些都是急性的一部分 是 是没有办法复制 然后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是每个人 感受到的就不是那个自私的行程 而是你真正内心 你特别的那一段旅途 然后其实最深刻的旅程啊 是无价的 而实际上呢 你也不用花太多金钱 就是它不但买不到 而且你也不会花什么钱 就比如说去伊朗人家好了 就是白吃了一顿饭这样子 然后 我花了一盒的凤梨酥啦 所以我有准备凤梨酥 就是 已经预想好要带伴手礼这样 对啊 但是就是 小小的一个 礼物花费 然后你 你就可以感受到最深刻的旅程 那有时候 一些很贵的行程 在旅途很贵的行程 其实就是一些比较奢华的享受 那它可能就是让你比较 呃 住好 吃好 穿好 就是很享受这样 但是 但是它不一定会是最深刻的 然后对我而言啊 旅行它就是在遥远的地方 过上一段短暂的异地人生 这是真正的旅行 就是如果你去哪里 你就过一段当地人的生活 对 你去 譬如说你去蒙古好了 我上上个月才去蒙古 那就是一定要去骑马 因为它们就是 就是马的国度这样 对 不是骂髒话 是骑马的国度这样 对 然后如果去伊朗 就一定要给人家请一下 就是去人家家里吃 吃一顿饭这样 对 所以我在书里面就写一段话 说人生的美好啊 或许在于即使我们穷尽一生 都不可能看完整个世界 就是因为你不可能看完所有的风景 所以人生才这么值得期待 然后这么值得去探索去发掘去享受 所以很多 我就常常去校园演讲 然后就很多学生会 或者在网路上会问我说 我毕业后应该要先工作 还是先旅行 因为现在旅行很容易了嘛 然后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也很多自己的想法 有蛮多人就是毕业后 他就会选择一个gap year 去撞游 对 去看看这世界 这的确也是一个选项 没有错 但是我通常也会问他们说 诶 那好吧工作和旅行呢 如果说你能够一边工作一边旅行 这也是一个选项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工作都可以 都可以有旅行的机会 就是你看像工程师这么大 大家印象深刻 印象里面这么乏味 这么无趣的工作 他都有可以出差的空间 然后现在其实 因为全球化的脚步已经越来越 越来越彻底了 所以很多 不管在各个领域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出差的机会 那如果你喜欢旅行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而且在差旅的中间的旅行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会有不同的感受 那这一张呢 就是我们在纽约的时候 最后一天拍的照片 大家知道我是哪一个吗 对 这照片 这是我人生中最胖的时候 对啊 因为你美国那个地方 就是会把每个人养得跟猪一样 就是每一个 我每一个台湾同事 就是都比去之前 还要很发展的一点 这样子 对啊 但是就是 这对我而言是非常美好而深刻 然后有苦有喜有悲的一个回忆 就是永远都不会忘记 所以呢 梦想的第二阶段呢 我一直都在期待自我独立 就是第一阶段证明的价值的时候 想要自我独立 对 只是我的心里的种子 就是慢慢在发芽 我原本就是很想要有好的工作 在世界上有好的表现 然后 可能赚很多钱 飞往腾达 但是我去过那么多地方之后 那么多地方之后 其实想法就开始慢慢有点改变 我在工作的时候呢 其实因缘机会就踏上了作家之路 因为像一开始讲到的 我自从小时候 然后老师称赞我的作文 我的作文写得很好的时候 其实我就一直没有 忘掉这件事情 就是不管在我人生中的 好的时候 或者是不好的时候 我常常都会把 拿起笔来 就是会写文章 就变成已经 变成是我的一种习惯 那我在四年前的时候 就开始创立一个粉砖 就是我想要把我的旅程 记录下来 我就创立一个叫做 旅行沙洲的这个粉砖 然后就开始我的写作之路 那时候我还是一边上班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开始在旅行论坛发表作品 就是旅行论坛最有名的 就是这个背包客栈嘛 就是只要 当过背包客人都知道 然后呢 就开始 越来越多人知道我的文章 然后可能 慢慢知名度 又变得越来越高 那我其实 我中间有一段 就是很特别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在那个 那个 吴各哭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故事 在他们乡下 走入他们 到他们乡下的生活 然后我看到他们 贫苦的一面 但是他们又很 乐天之命的一面 然后 看到他们现在 他们过去有一段 很 很惨烈的历史 现在和平了 但是却很多 贫富不争的问题 那那一段是一个 很感人的故事 我就把它写成了文章 发表在背包客栈 结果很意外 就是引起很多 广泛的讨论 大概被分享了三百多次 那就是有时候 就因为这样子的契机 然后就开始 有的人就开始 就开始会默默的 follow我的文章 然后我的作家之路 就这样子 开始了 然后后来就开始有 旅游平台 会邀请我去 去当他们的驻站作家 然后再来就成为 专栏作家 天下杂志换日线的 专栏作家 那我一方面就是 还是很努力的在工作 然后一方面也开始 越来越努力的在协作 那当现实跟梦想 他们都在成长的时候呢 其实总有一天 他们会碰头的 就是大家都会问我说 我为什么会 从工程师变成作家 其实这个转折点 就是在纽约 在纽约那一年 因为在纽约那一年 我就大量的 累积了我自己的旅行 我去过了好多地方 就是东岸所有的城市 几乎都去过了 然后也写了很多的作品 然后另外一方面在工作呢 因为那时候也 越来越上手了 所以其实我去纽约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一个 特别的project 我们要去纽约 把一项半导体的技术移转 回台湾 那我就是被指派为 是project leader 的身份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有机会就是会 只要说努力 只要想的话 是可以升上主管职的 所以在纽约那一年 我一直都是在做管理的工作 然后跟主管们共事 那现实跟梦想就在这边碰头了 我以前一直很想要往上爬 然后后来因缘机会开始在写作 然后我就发现 很多事情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当我真的看到了管理阶层 他们在做的工作 或者是他们的生活的时候 我反而 他带给我一个感觉就是 我反而有点疑惑了 我会想说 这是我要的生活嘛 其实后来我发现说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舍有得 就是当你要往上再进一步的时候 你必须要 你会得到更多 但是你也必须付出更多 你可能会拿到更多的薪水 但你要花更多的精力 投入在你的工作上 然后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管理职 你必须要具备一些管理职要有的技能 它可能是管理人的能力 然后它可能是政治手腕 然后它可能是 你要怎么样向下管理 还有向上管理 然后你要怎么样就是 要巩固自己的权利 那其实这些东西我会 我接触到的时候我会想说 那真的是适合我做的吗 因为我知道自己有一些 我有一些擅长的 也有一些不擅长的 那那个时候呢 当我这边就是工作 越来越忙的时候 那我的写作也越来越忙 那时候就开始 有一些邀约啊 专栏的邀约 我开始要固定地写文章 然后固定地进行我的粉砖 所以 这两个东西就在这边碰头了 所以大家会问说 我是怎么样做决定的呢 其实这个决定并不是我主动去做的 而是当他们 当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自己就会来了 你就会知道说 什么时候要做决定 那 影响我这关键的决定呢 其实也是一个小故事 书里面的小故事 它叫康舟摇滚工程师 就我的故事 常常都会跟摇滚扯上关系 所以旅行是人生的延伸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在纽约的公司的时候 就是跟一个美国同事聊天 我就发现他也很喜欢摇滚乐 然后我们就是又聊得很开心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有在玩团 他就在自己家里玩团 然后他就邀我去他家里就是 看他们玩团 然后我就觉得 哇 这太酷了 就是终于可以到那个美国人家 然后就体验那个车库摇滚 他们都会在车库这样自己组band啊 很热血这样 然后我们就去了 然后他的家就是在那个小镇里面 破破烂烂的一个小屋里面 然后他们每个礼拜三呢 就是会有几个同事呢 就会聚在一起在那边玩团这样子 然后那天我们就是 也是喝很多酒啊 然后就是很放松啊 然后大家就开始在那边弹音乐 他们很专业喔 就是弹得非常的好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 我就听得就是如痴如醉 然后 因为那个时候一直 现实跟梦想这个事情 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 所以我就 我就问了我那个同事一句话 我就问他说 诶 你的摇滚乐玩得这么好 你都没有想过要去追寻你音乐的梦想嘛 因为你一定是很热爱音乐吧 结果我那个同事呢 他跟我讲的话呢 就是让我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就毫不犹豫就跟我说 我早就追寻过啦 他说我毕业之后呢 我那时候就跟一群人组了团 然后我们就到处去跑酒吧啊 跑音乐祭啊 然后创自己的歌啊 可是呢 晚两年之后他发现 美国的摇滚乐竞争实在太激烈 有太多高手了 所以他们要出头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他后来追寻了两年之后 他还发现说 这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他就回来当工程师了 然后他告诉我啊 他说他觉得现在很好 因为他现在有稳定的经济 所以他可以没有压力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其实他跟我讲的话让我很多的反思 我就想到说 就在美国这么一个自由奔放的国度 然后个人主义的国度 其实他们都是会先去追寻自己的梦想的 但是其实像是在台湾 我们常常都是 第一个做的事情是希望先满足大家的期望 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 而把自己的梦想摆在比较后面的位置 然后我就会讲说 为什么他会去勇于追寻梦想 然后我却不敢 所以他影响到我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来到梦想的第三阶段 就是追寻自我的意义 我那时候就有一套思路 我就一直在想 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工程师是很重逻辑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出现了两个选项 就是一个就是选择现实 另外一个就是选择梦想 我如果继续选择现实会怎样 我能够得到 选择现实我能够得到物质生活 跟社会的认可 那选择梦想呢 我会得到生命的意义跟自我的认可 但我的物质生活可能就不会很充裕 接下来呢 你都要投入更多 不管你选择哪一条路 你都要投入更多 你如果想要当主管 你要投入更多 你想要走你的梦想 你要投入得更更多 才有可能成功 最后呢我导出一个结论 我如果在现实 然后投入更多的话 我以后想 回想我会有遗憾 我是会有遗憾的 但是如果我选择梦想的话 我不会有遗憾 不管梦想成功或失败 我都不会有遗憾 失败又怎么样 那就跟我的美国同事一样啊 就回来当工程师啊 对啊 而且你至少 你会心甘情愿的回来 而且你会 appreciate那一种 那一种感觉 但是如果你不回来的话呢 你心里就是会带着 这样子的遗憾 继续活下去 但其实 虽然他告诉我这句话 让我想了很多 但是我还是一直都 没有办法做的决定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做的决定 就是很常在夜深 冷静的时候 我一直想说 这是我要的生活嘛 因为其实 你要真的很勇敢 放下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那一间公司呢 说实在的 我很喜欢那一间公司 然后它的福利待遇都很好 然后也让我体验到很多旅行 但我后来就是觉得 我看得到未来的路了 就是我要嘛就是要往上走 要嘛就是要 要离开 我就想说 这是我要的生活嘛 往上走 然后我发现 我身边啊 其实很多人是 拥有很多 但是他不敢追求梦想 对 其实比一无所有 却只有梦想的人还多 在台湾 我身边的这些同事啊 大部分也都是 因为 有这一份很好的工作 然后他们 也是做得很开心 很安逸 但是 有时候也是会被绑住 就是没有办法再 再去做别的事情 而且就是他们会放不下 放不下这个包袱 最后呢我就决定选择梦想 最后还是 我一直就是想到 我那个摇滚工程师 对我讲的话 我就选择梦想了 我在书里面有讲到一段话就是 人生啊 终于某些事情 是你愿意投胜去实现 并且从中能够获取意义的 你甚至呢 你不用逼迫自己 这个意义就会驱使着你 就是 从小就是在读书考试 常常就是我们 是被现实逼迫的 就是 我如果考 考年考 我一定要去考年考 一定要很努力 考不好的话 我人生就失败了 然后就是 就是大家会对我很失望这样 所以我是被逼迫着去做这些事情的 但是从小到大 没有人逼我写作啊 从以前到现在 没有人说 你一定要写作 不然你人生会失败 但是我一直就是 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我后来就发现到 原来 有些事情 是没有人跟你讲 你也很愿意一直去做的 那你就可以从里面获取意义 那也许就是你在追求人生的意义 再来呢就是 我书中有另外一段话就是 其实人生并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一个答案是对或错 它没有对错之分 它只有倾听内心的想望与否 为别人走的路 再怎么康庄都会有遗憾 但自己选择的路呢 再怎么艰难 你都可以不畏挑战 最终还是你要回归你的内心 什么是你自己想做的 什么是你该做的 如果说你在工作里面很有意义 然后就是很热情的话 那工作就是一个 无疑就是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项 你一定可以走得更长更远 然后你可以爬到更好的位置 但如果你不是呢 如果你不是的话 那难道你要一直过这样子的生活吗 所以我的梦想总共就是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证明自我价值 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期待自我独立 第三个阶段就是追寻自我意义 那我身边的人都是蛮同样类型的人 我的生活圈大部分的人都是 都是走在证明自我价值跟期待自我独立的 就是我公司的同事们都是很优秀的同事 但是其实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到 就是蛮多的人 其实心里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在追寻自我意义这样 对 那对我而言呢 我是这样子一阶段一阶段的走过来 那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命的历程 我也最近我开始写作之后我也认识很多文化圈艺术圈的人 他们就很让我了不起 觉得他们了不起的是 他们可能一开始就是在追寻自我意义 他们没有在求名求利的 他们就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那虽然这样会很辛苦 但是还是很多人一直很努力的这样子做 对 但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那我的话呢 我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小孩 我透过证明自我的价值 有了自信 然后自我独立之后 我找到了我的乐趣 然后我发现原来的乐趣是我一生中 就是最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接下来我才追寻我自我的意义 那其实刚刚讲的那么多都是蛮走心的 就是很比较热血的 但是其实我相信很多观众都会有疑惑 我身边也是很多读者会有疑惑说 你当然讲这样是很棒的就是很高大上 但是你真正在做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 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方法 或者是你是怎么规划的 然后在这中间你最需要挑适的部分是什么 所以我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梦想它并非一处可及的 但是你可以用时光慢慢酝酿 就是其实我说要写作也不是一下子 我就可能就突然就说我要当作家 其实这一路上酝酿的时间是八年 我酝酿了八年 从第一场独自旅行开始算起 所以呢 其实有时候很多梦想它是很遥远的 但是你不用害怕 你只要能够开始它就开始了 它就开始慢慢走在这条路上 然后一直走走走走走到去纽约的时候 它就告诉你你可能可以选择了 所以不用害怕开始也不用害怕有梦想 再来就是要放下包袱 就其实我现在不是工程师了之后 跟以前是工程师 其实是很大的不同的 毕竟以前在那个公司 那毕竟也是一个光环 然后你必须要放下很多东西 你要放下物质 然后你要放下稳定的待遇 然后你要放下就是社会觉得 这个工作是很好的工作 但是如果这个是你的梦想的话 你就必须要知道是什么东西 要该舍什么东西该得的 如果你继续拿着包袱的话 那包袱也是会越来越重的 就是你要 除非你有很很丰沛的热情 你才能够扛着这个越来越重的包袱走越远 那如果不要的话 那你就要很舍得放下 你就不要再眷恋 然后再来呢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一定要做好最万全的准备 跟最坏的打算 然后跟爱你的人充分沟通 我相信这个是会是很多 为人父母的 就是会想到的点 哪一个父母他不会担心自己的小孩呢 就是当小孩说出这么任性的选择的时候 对 那你自己呢 其实你能够做的就是你要做好最万全的准备 你要告诉他们说 你要怎么达到你的梦想 这不是只是说说而已 那 我也是因为越来越多 就是在写作的路上 得到越来越多肯定 越来越多机会 然后才知道说 然后再慢慢摸索 知道说未来我要怎么走 才能一步一步的达到自己的梦想 对 而且 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就是 在我的这个计划里面 就是我会给自己两年的时间 那如果这两年 我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我就会回去当工程师 那你必须要 一定要有 停力点 呃 不会是停力啦 就是要有停顺点 对 那就是 要跟你最爱的人 好好的让他们去了解你的想法 那有时候他们可能不会一次两次 就能够很容易的理解你 那你就花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去了解 那甚至就是 跟他们讨论 理性的讨论 沟通 对 那 我觉得如果他们是爱你的 他们就会支持你 对 然后再来呢 就是 你一定会承受的 就是你要必须要 承受很多他人的眼光 就是你要勇于做自己的话呢 其实这一条路是 有时候是会有点孤单的 然后 一定会有人会很 你会收到很多的鼓励 但是你也会 你也会得到 你也会看到很多他人的眼光 就 你怎么会做这种决定 这样子 就是放下这么好的工作 那 其实就是要把它当成 真的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你如果选择这条路 你一定会遇到的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包袱 然后一个就是他人的眼光 一定会遇到 没有 没有不会遇到 所以就是把它当作是必经的过程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 常常跟人家分享的 所以呢 我后来就是把 我这一路上啊 写了很多文章啊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说 这些文章好像都有一些脉络欸 就是 我以前在旅行的时候 就一直常常在旅行里面 就是去思考我的人生的疑问 然后我 经历过的彷徨 经历过的挫折 然后我就发现 这些东西是有一个 一个脉络可循的 然后我就把它 集合成为一本书了 那 刚刚讲的是 有时候是一些背景的故事 然后有时候是 比较重点的故事 但是其实这一路上 其实 经历过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感受 那我每一个故事呢 其实都会带给我一个 很重要的人生启发 那这些启发呢 我就写在书本里面 像是 我的书的封底啊 他就列出了这个 那么多的故事 对 然后他第一个就是 打开了世界的大门 然后有的故事是 带给我勇气 然后有的故事是 让我看到 国外的美好的生活风格 然后有的故事是 我在工作中遇到挫折 我怎么去面对自己 然后我怎么去 反省自己 然后怎么去找到 生命的本质 跟生命的意义 所以我就希望说 藉由这一路上的点点滴滴 那些流淌过 心中的迷惘跟彷徨跟挫折 可以跟大家分享 也许你的人生跟我不一样 但是我走过的这些转折呢 有部分呢 你应该是能够感同身受 就很多读者会跟我说 我遇到很好玩的状况 就是大部分的读者都会跟我说 他书里面最有感的地方 但是我到现在啊 都还没有听到重复的 就每一个人说他最喜欢的句子 都不一样 可能已经有三四十个人跟我讲过 他最喜欢的句子是什么 但我就觉得很好玩 就是每个人生命历程都不一样 然后可能 我走过某一个点 是你最有感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 很能够说到心坎里 所以没有好或不好的句子 之后就是有没有 你有没有那种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 后来啊 一直旅行一直旅行 到最后我就得到了一个想法 就是 我常常是带着疑问去旅行的 然后这无巧不巧就是 这些疑问都是常常是在世界上 带给我一些解答跟启发的 所以我就写下这段文字 它说 世界是一个奥妙与广大的场域 它用无尽的万象呈现在你的眼前 而你眼里反射出来的 则是一个带有主观意识 包含内心投射与解读的世界 在世界游走的过程 就是一场动态冥想的修行 这段文字可能听起来有点残意这样 不过就是我 我的真正的内心的感受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 就是太多变化了 那每个人呢 就算你看到一样的场景 每个人带出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每个人都会带着不一样的疑问去看这个世界 那有时候这些 形形色色的这些场景 然后不同的人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想法 就会激荡你不同的体悟 像是那个摇滚工程师啊 就只有我 就只有我会去问他说 为什么你不追寻音乐这个梦想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卡在我身上很久很久 所以我才会这样子问他 那可能不一样的人 可能就会问他不一样的问题 所以他就是反射出来的是你 内心投射跟解读的世界 所以呢我的文章想要告诉大家有几点 第一个呢 现实跟梦想它并不是单选题 它可以是一条并进的折衷之路 我并不是要么选工程师要么选作家 其实我工程师身兼作家的身份是走了很久了 走了至少四年了 从我创立粉专开始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反走过的路必有意义 有很多朋友会问我说 我以前是工程师然后现在是作家 这两个好像都没有关联 你会不会觉得你以前白走了 就是很可惜这样 但我会跟他们讲说 其实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 因为我在工程里面 经历过的旅行是很特别的 像我那个猜旅的旅行 工程师的旅行 你会得到不一样感触 然后我以前在学校学的工程的教育 逻辑的教育 或者是我们怎么去解那个issue 怎么去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其实它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 我写作的时候的那种思路 所以很多人是说我的文章 并不是那种完全感性的文章 它反而是理性里面带着感性的文章 那反而会是你的特色 我如果是一个工程师 我就是走一个工程师的话 我不会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师 那如果我一开始就是当作家 我也不会是一个一代大文豪 但是如果我是工程师作家 这好像就比较特别了 这个身份就比较特别了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 就是不管你经历或什么样的经历 那些经历都会结合出来的 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你 你如果能够善用你走过的路 那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你一定可以看到 发现你自己的光芒 就像我的经历一样 然后再来就是 平凡的旅行 它能够带来不平凡的启发 其实我很多旅行都是很平凡的 就是在 可能就是在大城市出差个几天 我也没有办法像那些 很专业的那些旅人这样子 流浪很久 然后看到很特别的地方 或者是深入到很偏远的地方 去亚马逊丛林等等的 我没有办法 但是 平凡的旅行 它就是可以带给你 不一样的思维 就是你只要用心的去 去 投入到你的旅程里 它 有时候给你的价值是 无法想象的 然后平凡的呢 可以走上不凡的人生 其实我就是一个 按部就班的一个 一个乖小孩而已啊 我以前就是也是这样子念书 然后就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很老实的工程师 对 但是就是慢慢的在旅程路上 走上了好像有点不一样的道路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你都可以走上不平凡的人生 然后再来就是经由我的旅程 希望能够去梳理那些 每个曾经流淌过内心的彷徨跟思考 然后去感受更多的自己 最后呢就是所有的答案其实都藏在世界里 可能没有 如果没有人能够告诉你正确的答案 那你就去旅行吧 世界会告诉你的 真的 好 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话 因为我的部落格呢叫做旅行沙洲嘛 那为什么叫旅行沙洲呢 因为我认为每个人 我每个人都是一夜沙洲 然后他在生命的旅程里漂流 有时候离岸 有时候停泊 然后有时候在各自来自的 来去的浮沉里偶然相逢 那无论我们相逢的缘分是十年 是一辈子 还是短短一句话 一个笑容 别忘了 某段人生旅程的各种滋味 我们都曾一同品尝过 就是 我觉得每一场演讲啊 或者是我在路上遇到的每个人 在旅途上 卸垢的每一段缘分啊 我都觉得 它都是有意义的 就是 我们的生命历程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来去之间 跟不同的人交流 然后 然后停泊在不同的人生命里 就算只有短短的一下子 它 很有可能都会带给你一辈子的记忆 然后或者是 很深刻的悸动 对 所以谢谢那些走入生命中的人 我们的旅程 因为相遇而完整 对 那我要谢谢大家 就是 因为 大家来到这一场 我在家乡里面第一场分享会 然后 希望我们的相遇呢 能够带给你一些些 小小的启发 对 就算是小小的也很好 我觉得 或者是跟着我一起到不同的国度里面去 去走走 去看看 我觉得 只要是 只要是能够 带给你一些好的 好的回忆 或者是有几句话 能够 让你感同身受 我就觉得这就很有意义了 对 那以上就是我的演讲 谢谢大家 那不知道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的吗 请问张老师 对 你旅行那么多地方 对 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地方 又不敢停留太久的话 会不会有点不舍 一点想要再留下来处理事情 如果 我是认为 做工程师的作家 是很特别的一个行业 对 从 工科到文科 这段 这个思维 是垂直跟水平的一个整额点 我觉得说 你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是一个很好的志向 但是我认为说 理想跟现实 会不会有很多差异啊 为什么 看人家都节节不升到一个很好的职位 很好的薪水 很好的环境 生活空间 自己还是停留在一个中下阶层 我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不舍 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要作为更进步的动力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这位大哥 我觉得你的问题都非常的好 就是 是关于一些不舍啊 就是 像是在旅途中啊 是真的 其实会不舍啊 一定会有的 因为我在以前在旅途中 遇过这么多人 也跟 在路上跟很多人成为好朋友 但是 有时候要走的时候是真的会蛮惆怅的 对 但是就是 其实久了你就会知道说 这就是旅行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就是 每个人都是一夜沙舟 我们只会在生命的历程里面 偶然相逢而已 如果他不是你的人生伴侣 就算是人生伴侣 他可能也没办法陪你整个人生啊 所以 所以其实会看开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现在的网路非常的发达 所以其实 我很多旅行遇到的人 像是刚刚讲到那个黑人啤酒兄弟 我到现在就是每天还是看到他们 喝啤酒喝得很开心 然后我还是会跟他们 有时候会跟他们拉赛啊 哇 这一支怎么样啊 然后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台湾能不能进这一支 就是 其实 还是有很多 机会说 你还是可以跟他们继续交流 就是拜网路发达之事啊 就是 就是 真的就是 就是没有绝对的缘起缘灭 那 那些好的缘分 就会 它就是会一直停留在你的生命里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您说到的那个文科跟理科的那个垂直跟水平啊 的确 它的确是很不一样的事情 但是就如同我刚刚讲的就是 它让我成为了不一样的自己 那其实 我的读者很有趣 就是有一些是非常感性的人 然后有一些是非常理性的人 对 那我想很少 作家 可以一次有这两个很不一样的族群 但我觉得这就是他 带给我的一些很棒的一些经历 就是 有一些工程师他可以 他觉得我说的话他可以感同身受 我的话可以让工程师理解 就是 工程师通常都比较理性嘛 所以他看到那种太感性的文字 就会觉得哎 这讲什么 就是 就是讲干话嘛 这样的 但是就是 就是我的文字好像有些工程师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 我很 我很珍惜就是 这两个虽然是水平跟垂直 但是它还是带给我一些很不一样的反馈 对 然后再来就是您说到的就是 那个职位的问题嘛 那其实就是因为我看到了 我未来要往上爬的职位 我曾经是很想要这么做的 就好像想要往那边走的 但当我看到了那样子的生活之后 我就 我就一直在想说 那个到底是不是我要的 然后是不是我适合的 那我之所以能够放下就是 我知道那个不是适合我的 然后或者是 讲得更开放一点说 它不是现阶段适合我的 因为现阶段我知道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的确 那的确 一开始的确你会 你要经历很大的调试 而且你可能很多实质上 现实上面的那些支撑 其实是跟以前会差很多的 所以这也都考量在我给自己的 这个两年的这个机会里面 因为我毕竟也工作了十年了 所以也存了一些积蓄 所以其实是可以支撑我一段时间去追寻梦想的 那我觉得每一个事情 梦想的起点一定都是不容易的 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就是 没有一开始就是会飞黄吞打的 你只好你只能用这两年你自己的机会 去好好的努力看看 那如果我在这两年的机会看到 这个发展是向上的趋势 那我就会一然而然的继续走这条路 但是如果说 我觉得不 我觉得可能发展性没有很高的话 那我也会一然而然的回头 就像那一位摇滚工程师一样 所以这就是我所考量的 谢谢大哥 说到这个赞助上是因为 我以前当旅行部落客 还在上班的时候 就是有去到花莲 他们在花莲的一间民宿 然后去帮他们宣传那边的旅游 然后就合作得很愉快 所以他们就是很支持我 就是我只要有新输入的分享会 他们就会贊助那个熊熊跟明信片 然后刚刚这位小姐有问题吗 对 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当现实跟梦想 他们都会慢慢成长的 我其实有兼顾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四年的时间 但是后来你会知道再走下去 你的工作会越来越忙 你会越来越没有时间 如果你当主管的话 你那个压力是更大的 然后它会占用你更多上班时间 那我可能本来下班时间就不多了 那再来就真的更少心力 能够顾到写作这一块 然后一方面我写作也 可能也发展得也不错 所以每个礼拜都会有那稿子的压力 所以我必须要挪时间去写稿 然后或者是去讲座 或者去经营部落格 当部落客 所以你会知道在接下来走下去 两边都在发展的状况 就会变成说你两件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好 那你就要选择一件事情 对 给自己两年的时间 嘿 嘿 请说 请问一下 在这个大通的简介上 对 寫到就是说有回到高雄 寫一些高雄的故事 对 好像关于这部分今天没有讲到 可不可以大概介绍一下 好啊好啊 很很 朝高雄的哪一些方向 因为高雄这几年变化的蛮快 对 哇 很好的问题 你已经很认真的看那个简介 这方面我比较没有带到 今天会讲一些心路历程 那其实我是半年前我辞掉工作之后 我就回到高雄常住 那时候就顺便写书 那其实我离开高雄很久很久了 我18岁高中毕业之后就离开高雄 然后一直到35岁 已经快变大叔才回来这边常住 那中间当然是会回家 那都是住几天这样 但是没有常住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高雄很好玩 就是我这样子隔那么久回来 然后在世界走了一圈之后 我就发现 原来这个家乡 就给我的感觉是又陌生又熟悉 很多事情都没有变 但是很多事情又默默的在变了 然后因为我现在是住在燕巢嘛 那其实我回到燕巢我就发现 这个地方还蛮有趣的 然后我就开始用一个旅人的角度去 重新发掘家乡 我就开始到处去燕巢附近的景点走 然后我发现燕巢是很有特色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那个月世界嘛 南部人应该都知道月世界 然后燕巢那边有更特别的叫泥火山 他们那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貌 就是它是像火山的结构 可是它喷出来是泥浆 就有点像那个关子岭的那个泥浆温泉这样 但是他们的含那个成分是不一样的 那个燕巢的那个泥火山啊 里面还有原油 所以它里面是有石油成分的 那听说中油以前还有去探勘过 就是能不能开采 但是没有 经济价值不够 所以就那个 但是以前就是比较没有那个 保育的概念啊 所以就很多人 就是会乱去挖那个泥火山 就是想说 啊 来卖当面膜啊什么的 对 那我后来呢 我那时候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泥火山 我也有这个感觉 因为以前去观之岭泡温泉 就大家都会敷那泥巴啊 就觉得很好 然后我就想说 那个能不能来敷这样子 但是我后来就是辞职了之后 我有去参加他们有一个在地的协会 叫做圆角协会 圆角就是艳巢的旧名 那个圆是旧圆的圆 然后角是那个剿灭的角 对对对 所以我参加那个圆 它是很专业的协会 他们都很了解在地的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风土民情 然后还有包含泥火山的历史 所以听他们讲 我才知道说 原来泥火山根本不能来敷啊 第一个就是它有原油嘛 你那个油敷在脸上怎么好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它那个泥浆 非常的非常的细致 所以它是会细到会阻塞你毛孔的 所以那根本就是不好的东西 就是不要去乱敷这样子 对啊 然后现在他们也保护得越来越好 就是你去那个泥火山 它其实是有很严格的 它还装一个监视器 有说你不能乱爬泥火山 你不能乱挖这样子 对啊 然后我就在艳巢就是发现 这些很有趣的景点 然后会看到 听到很多乡野奇闻 有时候经过什么地方 我就会下来 然后跟当地人聊天 但是后来如果去到一个 叫羊女湖的地方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知道 羊女湖也是一个 它算是一个很活跃的泥火山 然后它就是有一个奇闻 就是说啊 它以前是有一个羊女啊 然后为了殉情就跳下去 然后就变成羊女湖了 就是这样 就是充满哀怨的一个湖 就是你会觉得 哇 这些民间传说很有趣 然后那个羊女湖 又有分新羊女湖 跟旧羊女湖 就是旧羊女湖 它埋在深山里了 就是已经荒废了 然后去很难去到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很闲嘛 刚辞职写书 所以我还就真的去 跑到深山里面去看那羊女湖 然后还真的让我走到了 然后关于这些东西呢 我就把它写成一系列的文章 叫做 艳巢探索系列 所以如果你能够 你有机会上我的那个Facebook 或者是IG 你打那个警号 然后艳巢探索 就看到我写了十一篇 艳巢探索的文章 然后就没想到那个 我原本就是写好玩的 结果就有艳巢人看到了 他就把我转po到 我是艳巢人的社团里面 结果就引起还蛮多艳巢人的 这个共鸣跟回想 就很多可能出外打拼的艳巢人 或者还在那里的艳巢人 他们就看到我写这些故事 就说很感动啊 就是以前在那里的很好的回忆 然后有的人还告诉我说 真正的故事应该是怎样怎样 我就觉得很有趣 然后我也觉得说 写这些东西能够帮自己的家乡 尽一分力 然后让更多人看到这些 很有特色的景点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就是好像为自己家乡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如果 我下一本书就是想要写自己家乡 从艳巢为中心慢慢往外辐射 但是都是高雄的这些 比较有趣的景点 然后我用一个重新的旅人的眼光 去看这世界 不是带着既定的眼光去看 所以这就是我未来想做的事情 谢谢 我想请问就是在旅行过那么多国家中 有遇到什么最重大的挫折吗 那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哦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还蛮容易出包的啦 我还蛮容易忘东忘西的 但是我旅行的时候是警觉性超级高的 就是 就是该带的 我就会一直提醒 因为我很容易掉东西嘛 所以我可能每五分钟就会看一下 手机护照 钱包 手机护照 钱包 就一直寻 通常没有出现太大的危机啦 但是有一次比较大的危机就是 我去伊朗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去 那个搬机是从北京转机到伊朗嘛 然后我去check in的时候 那个小姐就问我一句话说 欸先生你有台胞症吗 然后我就傻掉了 我不是转机而已 为什么要台胞症 她说要啊 要台胞症啊 你不知道吗 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心就量了半截 那时候已经时间有点赶了 然后小姐就说 那个北京啊 有可能你会换不同的行下 然后她有可能会要求去检查你的台胞症 所以你如果没有台胞症的话 你就要原机遣返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落地签 她说如果你有身份证 你可以落地签 就又很不巧的 我如果我的身份证就寄回老家 就是我妈妈要帮我办一些证件什么的 我也没有身份证 我只有护照而已 所以那时候我就二话不说 我就马上掉头 然后就跳上那个 机场门口的一台计程车 我就跟她说 你用最快的速度载我回林口 因为我是住在林口嘛 所以其实离桃園机场没有很远 然后那机程车 那很好玩的一段经历 我就看到那机程车 司机原本就是五金打财的 然后就突然眼睛就睁很大 然后就冒出熊熊的火焰 那个司机已经是四五十岁的大哥了 然后就突然油门就整个踩足 然后就开始在高速公路狂飙蛇行这样子 我觉得她好像 然后我就心里也很 又很担心又很兴奋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我好像偶然就是点起那个 司机大哥的那个飙车魂了 就是他大概很久没这样飙了 就是这种 这种要求我还没听过呢 都只有叫我开慢而已 还没有叫我开快 结果她就开超级快 他们来回大概就是半个钟头就到了 来回 然后 但是我回到家 我就冲去第一时间看到 拿到我台胞证 我一看就真的傻了 就是已经过期一年了 然后我还是就不死心喔 就是 我就硬来 我就假装不知道 然后没这回事 我给她看台胞证 欸现在过期了喔 不行了 你这一班机你不可能 这样 然后我就 我就整个就是 觉得喔 就是对啊 就是很挫折 一开始 对 因为其实那一趟伊朗之行 其实不是很容易 因为一开始就是我要过家人这一关 就很难了 就是 大家都觉得说伊朗很危险 然后就是我 花了很多心 心力跟家人沟通 然后他们才 才勉强让我去这样子 然后 我那时候就是 打着要回家求救的时候 就我爸妈也很开心地说 啊你就不要去好了 这样对啊 就刚好嘛 对啊 不要去啊 好可惜喔 对啊 怎么会这样勒 然后 然后我就不行 我一定要去 我已经这个头已经洗啊 我已经已经决定要去了 就是 都已经 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 我那时候就是 马上就是 危机处理啊 就是就是 就是赶快 筆电就是在那个 陶渊机场打开 然后就开始取消 我的那个机票 要跟他改 改机票 那因为我是在那个 SkyScanit 那个订的 所以其实那很麻烦 你知道那个 你要改的话 你要打客服 然后他的客服是 哪里的 那客服是英国 所以你要打越洋电话 因为你不能记忆没有 已经来不及了 就是那个飞机都已经要出发了 你如果越晚改 你可能就是损失会越多 所以我就是 打他越洋电话 然后就是 就是用英文 就跟他们这样沟通 然后就是 请他们帮我改班机 不要从中国的 就是看能不能从别的国家 然后后来就是 就是我从8点多搞到了晚上10点多 然后就是机场的人都越来越少了 然后就 中间他就还一直说 啊 hold on hold on 就是我帮你处理这样 然后那个电话就一直hand在那里 我说哇靠 该不会这个打完就已经 这个电话钱我就可以再买一张机票了吧 然后我又那时候又 趕快再去查说 欸现在的 打这个 打这个越洋电话的费率是多少 因为我用那个 那个Skype打的 那后来发现 欸其实蛮便宜的啦 就是妹妹什么 对啊 因为我很少打越洋电话 他就不知道 就觉得很可怕这样 然后 就是到最后呢 欸就 他就帮我换去了 去那个 马来西亚 吉隆坡 转机到那个伊朗的 然后而且是那个亚航 然后很妙哦 因为我本来去的那个机票 不是连航 然后后来帮我换亚航的时候 是连航 结果反而 那个机票起来变得更便宜 就是 就比原来的还在便宜一点 但是当然我飞到北京这一段 是被扣了啦 就是被扣蛮多钱的 但是总共这样 透透加起来 大概损失台币三千块左右 所以 所以蛮OK的 对 所以就是 就是 旅途上遇到什么问题 就绝对要 乐观 勇敢 去解决问题 因为只有你能解决了 对没有人 能够解决 尤其是你去伊朗的话 是没有人会支持你去的 所以 一定要靠自己哦 对 就是 谢谢 我想要请问张老师 您选那个 伊朗这个国家 对 那 因为伊朗对我们 就是一般人 就是真的是蛮 比较陌生的一个地方 对 那第一个 你是怎么样去 去几天 然后 呃 怎么样选择 那个 转机的这个过程 嗯 然后还有就是 你是不是已经 事先就准备好 想要去那边 就是有一些偶遇 对 准备了一些东西 这是事先准备好的 对 好 谢谢你的问题 大家都会对伊朗 蛮有兴趣的 但伊朗其实就是 老实说它不是一个 很方便的国家啦 就是 它很多 系统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包含 你在他们国内 要买机票啊 他们国内的转机啊 你是没有办法在 SkyScanning上面买到 或者这些机票平台买到 你要怎么买呢 那超奇怪的 就是 你要跟当地的 伊朗的旅行社讲 你要买 什么时候 从哪里到哪里 因为我有从 德黑兰 坐飞机到舍拉子 这是两个不同的城市 那他们国内的机票 其实是 就是没办法 用旅行平台买 你要请他们 旅行社的人 用他们自己的帐号 因为他们可能要输 自己的帐号 身份证字号 然后去买那段机票 然后你再 汇钱给他 然后这中间都是用 email 往返 所以就是超级 old school 就是 就是很麻烦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伊朗 它是一个 有点是被封锁的国家 因为它 得罪了西方列强嘛 所以他们的 财政系统是完全被封锁的 你在伊朗是没有办法刷卡的 你一定要用现金 所以你要用现金交易 所以它是一个被孤立的一个国家 被排挤的一个国家 所以很多事情会变得比较麻烦 但是还是都有办法 然后很多系统到那边都不能用 像你搭Uber 在那边就是不能用Uber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Uber 就是不会讲不一样的软体 然后我个人很喜欢住Airbnb 就是住在当地人家里 但在他们那边就是会有一个 叫做Homestay的网站 那也是可以住在当地人家里 所以去伊朗就是要做好这些功课 然后背包客栈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你可以在上面看到所有的资讯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因为那些资讯都是背包客写的 所以如果你也是背包客 你需要的资讯那边都会有 就是把功课做好就没有问题 然后提早准备 像那些机票什么的 就是提早准备就没有问题了 对然后 然后就是 其实我觉得旅游也是 旅游也是很有趣 有舍有得 就是像我刚刚讲到北京那件事情 我cancel掉了之后 我的旅程就突然改了 就是变成我去吉隆坡 然后因为那个班机 嫌借的问题 我要在吉隆坡待一天 然后隔天再去伊朗 所以我又去吉隆坡玩了一天 这样子 所以就 就是要能够懂得 就是要很快速的变痛 这样子 对 然后 但是如果你是女性的话 会有可能受到一点点小小的困扰 因为她们很保守 她们就是很传统 甚至 去男生那边搭 但是她们单身的女生 是会去女生的包厢的 所以很传统的一个国家 所以她们如果看到国外的女生呢 她们会觉得说你是比较开放的 然后好像对你 因为我觉得她们可能压抑太久了 就是人太久 有一些女背包客说 她们会来 可能会来稍微有点骚扰你这样子 就会觉得你是比较open的这样子 对所以最好有男性有人一起陪同去伊朗 或者至少也要有女性有人 不要一个人去这样 会比较好 对 谢谢 哈啰 哈啰 你好 嘿嘿你好你好 紫青 想要问一下就是 因为我想很多年轻人 都还是困扰家人的问题 所以想知道 就在你选择梦想的过程当中 你的家人的态度是什么 然后包括你现在做了这个 两年的决定 他们的思考的那个过程是什么 然后如果他们在现场 也愿意回答的话更好 哎呀这实在太棒了 我的负担就少一点 可以那个 好我先讲我的部分好了啦 就是 我觉得每一个父母都一定会担心 或多少都会担心 但是你要 你要清楚他们担心你是因为他们爱你啊 就是他们如果 如果不care你的话 他干嘛要担心你呢 那 我会刚刚我跟大家分享就是 要追寻梦想 有一个很重要要调整的就是 梦想并非一处可及 你可以用时光酝酿它 这时光不是单纯你在养这个梦想而已哦 你在追寻这个梦想的时候啊 其实你身边的人都看得到 他会看到你这一路上的付出 所以呢我是 其实我的家人是有看到 我从四年前就开始进行粉砖 然后一边开始 哦一边工作一边写一边写一边写 然后突然慢慢累积这些成果 他知道我很努力付出 而且是很很有热情的 而且是真的有获得成果的 他们才比较放心让我去走这一条路 我敢保证就是我现在 我一毕业 然后就跟他们说 欸爸爸我得到那个电机硕士了 然后我现在要去当作家 那 对啊可能就会 没有一个父母会 会不担心的 就是这会显得非常的任性 但是他们是看到我一路上工作了十年 然后我这十年上累积的这些事情 大家才 我觉得这是 其实这些时光 不但会让你看清你自己 也会让你身边的人看到你在做什么 对 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所以不用急 就是慢慢来 那个子亲还很年轻 所以可以了 对 就慢慢地培养你的梦想 对 那这个关于这个 不知道我的双亲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他们在 他们也在 后面 哦没有是不是 哦 妈妈啊 妈妈 妈妈可以讲一下啦 对啊 跟 因为我觉得在场很多 都是为人父母 我觉得用你们的立场去 分享也是很好的事情 欸 怎么变成妹妹了 嘿嘿 我必须说我的父母是 从小被我们两个训练到大的 所以 嗯 就我们两个从小 我哥哥就像 像他原本讲 就是他一直都是个乖小孩 然后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叛逆的孩子 所以 呃 一路上好像 爸妈妈都被我们训练着说 呃 小孩子会做出 不是他们原本预期想要做出的决定 嗯 所以 就如果在场的年轻人们 嗯 呵呵 我很想 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就是如果你的家人在问你很多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好像 自己被质疑 自己被攻击 然后自己是被阻止的 但通常家人的问题 通常都是来自于很多的关心 每一天我妈都会说 你穿这样真的不会冷吗 你出去不戴一件外套吗 你为什么要穿这样在路上走来走去 就是 这些我其实是可以很 很被 就我 有时候会想说 你为什么要一直这样攻击自己的女儿 难道你真的很想把我塞回去你肚子里面 是不是 你是不是很后悔生我出来 然后我开始就会 责备自己 会觉得就是 嗯 妈妈一定很不爱我 但实际上 问这些问题的出发点 都其实是来自于 她会担心我 她会担心我们 她会担心我哥哥做出这样子的决定 甚至 呃 去伊朗就是这什么鬼国家 就你真的会活着回来吗 这些 就这些都是出自于爱与关心 所以 呃 在跟家人沟通的时候 就是其实 有时候这些问题可以放下来 因为她并不是针对我 她并不是针对我们 不是针对想要攻击你 不能做这件事情 你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而是来自于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我如果问你这些问题 你其实都可以回答出来的话 哦 那也好啊 那你就去吧 所以这是为什么哥哥会出现在伊朗 然后现在还可以出现在这个讲台上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妈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就是我在这边再补充一下就是 呃 我跟我妹妹啊 算是 不同类型的叛逆 所以 父母被我们真的是 就是训练的真的是很很很很很强大 就是我妹妹跟我是 她是更不一样的 她很早就走很不一样的人生 她曾经当过 呃 保存协业的 住越南的干部 这样 然后又去杜拜阿联酋当空姐 然后现在呢 又跑去迪卡农当人资 所以就很不一样 就一直跳来跳去 然后一直都 她去过的国家比我还多 然后她是更有想法的人 对 那这是她的叛逆 她 我觉得她的叛逆是比较正向的叛逆 那我的叛逆 对 妹妹很了不起 我也觉得她很很厉害 然后我们是很不一样的兄妹 就是 个性啊 想法啊 其实都是很互补的 那 我自己的叛逆 就是比较一些 比较比较屁的叛逆 比如说 可能国中 跟 国高中跟爸爸吵架 然后就被爸爸 然后就会离家出走这样子 然后我离家出走三次哦 就是 就是都没有回来过夜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就是家人其实就是这样啊 家人就是最甜蜜的负担 就是你在成长的时候 会 逆经很多磨合摩擦 然后其实 你在成长 父母也在成长 然后 到最后 其实 我觉得 只要知道说 对方都是爱着对方的 这样就好了 因为家人绝对是你身边最重要的人 他们是 会陪你走一辈子 或者是你陪他们走一辈子的 所以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请 如果要做任性的决定 第一个 让他们看到你这一路在上走来的点点滴滴 然后第二个就是 好好的跟他们沟通 让他们 让他们了解你的想法 然后 不要让他们担心这样 对 谢谢 这位妹妹问说 你喜不喜欢伊朗 我超喜欢伊朗的 超喜欢的 超喜欢的 Super喜欢 对啊 如果可以 我还想再回去 就是 那两位很像大叔的小孩 就是已经跟我约定好 就是 要再 要嘛就他们来台湾找我 然后要嘛就回去伊朗看他们 这样子 对 然后提醒大家一个小提醒 就是去伊朗还是有一点点 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 我们现在不是去美国 会有ESTA吗 免签嘛 OK 那你去完伊朗之后 你就没有ESTA了 你去美国 你去完伊朗再去美国 你就要去 美国大使馆 駐台办事处去 申请签证 就是 就是 就不知道啊 为什么你去伊朗 然后干美国什么事情 就是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国家 就是美国 对啊 所以 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 你越这样 我越要去啊 为什么要被你左右 所以 所以 我现在去美国都还要 申请签证啊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你去完 以色列 你就不能去伊朗 对 因为他们两个是完全 仇到不行 就是世仇中的世仇 以色列就是 纯西方的那些国家 在做后盾嘛 所以你去完以色列 除非你换一本护照 我觉得他们就不知道 因为他就是看那个搓张 对 所以如果要去的话 建议那个顺序 就先去完以色列 伊朗再去以色列 如果你有 规划这两个国家的话 妹妹就是 长大以后 那个要有 要有朋友保护你 你们一起去伊朗会比较好哦 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旅行的对我的意义 一直都在改变 就是我如果 如果有说有看我那本书的话 就会知道说 我刚开始的写的重心 跟后面不一样 我一开始旅行的时候 是带着很期待很兴奋的心情 然后想要多多探索这个世界的 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在想一些人生的彷徨的事情 然后就开始在旅行里面 试图找自己的答案 然后后来呢 就是也是在旅行里面找到自己的答案 那现在呢 我已经选择了我的答案了 那我发现呢 为什么我那么喜欢旅行呢 我是一旅行作家 我后来我快发现为什么了 因为我很喜欢写作 所以旅行它带给我很多写作的灵感 对 所以它是其实 其实是因为我爱写作 所以才那么喜欢旅行的 所以 我觉得这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这个是相辅相成 然后互为因果的 那现在我 我开始成为作家之后 我反而会想要尝试更不一样 更广泛的文章的文风 所以以后可能不一定会完全是 focus在旅行 所以我下一本书 我一方面会写 用旅行的角度去看待高雄这个家乡 然后二方面我会写一本 关于我身边人事物一些温暖的故事 而且都是真实的故事 因为我在台北待了六年的时间 所以我会想要写 那六年发生的一些很温暖的事情 然后当中又有哭又有笑 然后又有友情又有爱情 然后有一些店家 就是我在那里认识的店家 就是很好玩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都很值得把它写出来 所以我还是会去旅行 我还是会继续旅行 就是我还是秉持了 大概一年就会去一两个国家这样子 那我觉得旅行对我而言的意义就是 我到死都不会停止做这件事情 对 好 谢谢 老师你好 那我想请问老师 就是我刚刚看到老师有分享说 去伊朗跟去蒙古这个地方 因为这都比较不是我们非主流 会去的一个国家 那请问一下老师 当初是什么样的想法 想要去这样的国家这样子 好 谢谢 那个我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 我当初有在出差嘛 那因为我出差去的地方都是那种 已开发的先进国家 比如像荷兰啊 像美国啊 新加坡啊 中国大陆的大城市啊 那所以另外一番我就想说 我用我的私人的时间去旅游 我就想要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换换心情 然后二方面呢就是 我也想要趁着自己还年轻的时候 可以去一些比较冷门的地方 或者是比较不是那么 可能那么舒适的地方 因为有些地方 可能就是要趁年轻去 那很舒服的地方 就是老了还是可以再去 但是年轻的时候就想要 多多尝试不一样的 看看不一样的风景这样子 对 所以老的时候 就是还是会 可能还是很可以去日本这些国家啊 但是伊朗可能就会 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下一个 我下一个要去的地方 就是那个 想要去的是中国的思路 想要骑骆驼横跃沙漠 这样子 对 谢谢 你好 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在伊朗的时候 期待被 就是当地人捡走的经验 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也有在 就是国外 然后也有被捡走的经验 真的好 对 然后我想要听听看说 可是像在路上一定会遇到 就是有好人也有坏人 对 那这样子的话要怎么分辨 说 捡走的那个人 想要捡你的那个人 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样子 对对对 我相信 谢谢 我觉得这个 尤其是女生更要 特别注意这种状况 就是人身安全的状况 那 我自己是 因为我对 人的感觉蛮敏锐的 其实在旅途中 像您说的 真的有好人也有坏人 我在伊朗也是遇过坏人 我觉得很 就是 也不好说坏人 但是就是我觉得 不同的职业会有差 我遇过比较喜欢 呃 观光客的 大部分在国外 很多都是那个 计程车司机 他会因为你不懂那边的路 所以他会 他会故意去抬高价钱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 在伊朗的计程车司机 就是 就是 有特 有故意要 收我很高的钱 而且他还故意载我 没有载我到目的地 他就载我到中间那个地方 就停下来 然后就跟我要charge超高的钱 然后我就超级不爽的 我就不给他 然后他就跟我在那边一直僵持 然后后来就是丢一半的钱 然后我就下车了这样 就很不开心啦 对啊 但是 我觉得 就有些开发中的国家还是会这样 就是 不像现在台湾 其实台湾的水准就很高啊 就比较不有这种状况 所以 我觉得在 在伊朗 你遇到这种 一定还是会遇到 但是 可能旅行久了 你就会感 你可以感受出来 有的人就是 他看观光客的时候 他不是 那种 伊朗人都是很好奇的眼光嘛 但是 大部分都是那种 好像看 看正妹这样 就是好奇 然后带着一点笑意这样子 对 但是如果是 但是像那种 我上次遇到的那一位 他就是 好奇 可是他就带着 一种打量你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可以从那个眼神里面可以感觉出来 对啊 那 像那一个 为什么我那么放心 就是因为那两位就是 就是国高中生 就是 非常的单纯 真的非常非常单纯 然后讲话就是很像小孩子这样子 那我也觉得 真的 他们好像给我的感觉是很单纯良善的人 所以我才 我才愿意跟他们回去 如果说今天 看起来怪怪的 就是我中间也有遇过一群伊朗大兵 就是阿兵哥 然后就是很开心跟我照相 然后 就会这样搭我的肩啊 然后干嘛 会好像把我当稀有动物 就是还会摸我的头发这样 那我就觉得 这种我可能就会比较提防一点 因为那个大兵都很壮啊 然后就是 会比较热情 但是你就会觉得 好像会有点 对 我就跟他们也是喇赛州就走了 对 但是那两个是因为是孩子嘛 就是 对孩子都是 大部分孩子都是善良的 对啊 所以就 所以就是 用这样子的经验去判断这样 不知道您 之前被捡回去是在哪个国家 马来西亚喔 马来西亚喔 马来西亚这么热 是华人吗 还是马来人 喔 也是伊朗人 哇塞 真的 太有趣了 把这文化带到国外去了 对 好 谢谢你 请问一下 你会想去西藏理由吗 其实我很想 只是我 我考虑的点就是因为 现在去西藏不是那么容易 那它不是那么容易 的原因 如果只是手续上的不是那么容易 就算了 但是 就我的了解就是西藏它是一个很敏感的 政治敏感的管制区嘛 因为又有台独又有藏独的问题嘛 所以其实他们是很敏感的 那 你去那边 你台湾人不能一个人去 你要跟团去 或者是你要顾当地的导游陪同 然后你住 你必须要住那个可以让观光客住的旅馆 不能住一般的旅馆 那选择是很少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的东西是很局限的 我很想要去体验西藏文化 但是在这个 在这个环境下 我可能就会比较没那么想 因为它可能你看到的东西并不是 很多并不是真的 或者是它想要让你看到的那一面 那我自己旅游就是像刚刚说 我就很喜欢看他们真实的一面嘛 所以这样的考量下 我目前就会比较想要去 像敦煌啊 思路啊 这些是至少是很自由的地方 那目前就没有考虑西藏 除非它未来有一天真的开放了 那我一定是奋不顾身 就会去了 对 好 谢谢 就是因为旅行 就会带给你很多的启发 对 那想问老师说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可以更早旅行 对 譬如说大学的时候 或是大学一毕业 去旅行 那你现在可能又是不一样的路 那你还是说你会觉得说 欸工程师的理性跟作家的感性 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你会觉得 这样相辅相成是很好的 那还是说就是如果能再重新选择的话 你现在的路可能又是不一样 嗯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谢谢你 我一直都相信就是上天 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就是我之所以会这样 都是我当下选择我最想做的事情 就算是再重来一次 我应该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 因为我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 我当下就是 我还是真的蛮投入在当工程师啊 然后念书的时候就是做研究啊 做学问啊 就是其实你生命中 可能会很多想法会一直在变 但是那是在不同的历程而变的 当你在那个历程的时候 我至少我不会后悔的是 我在那个历程的时候 我一直都是选择我最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如果我已经 我大学就去旅行 我得到更多旅程 但是我失去了工程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舍有得的 对 所以我不会后悔 对就是 然后而且什么事情都不嫌晚 凡事都不嫌晚 对 只要你想开始就可以开始 对 谢谢 我们就谢谢老师今天 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讲 好 谢谢大家 很开心 很开心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这场演讲真的 我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高雄的乡亲父老们 真的是都很热情 然后提了很多问题 然后我很开心把我的故事 再从世界这样子带回来跟大家分享 对那希望我们未来 还是有机会再相遇 不管是在网路上 还是在实体上这样子 或是透过我的书 对 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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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